急急火车站前广场游客零零散散 人冷清清的街道让周边的店家相当的无奈 周遭的餐厅业者表示 过去几年餐厅门口总是排满了人潮 如今只能坐在店里等待客人上门 以前就是这样一桌过一桌在那里 人家要等 现在是没有了 是这样等人家 不一样 差很多 一旁的脚踏车出租业者反映 目前急急镇的观光设施老旧 有些甚至成为了废墟 当然游客不愿意来急急镇游玩 13木材游往那边走 13木材游 像废墟一样 大家过去上旅舍税道走一下就下来了 13万人游 很多游客都反映说 现在去到那里没有什么东西好看 这就是政府和相关的担励 要来做一个结合和整个 一定要有创新 有创新才有发达吸引游客 由于大多数的急急镇民 都仰赖着观光客的生意来谋生 如今游客锐减 严重影响着生计 议员们呼吁县政府 应该与地方产业结合 多多的宣传及举办活动 别让急急镇的观光游客持续下滑 我们期待我们县武观光处 除了注重无锡沿线的旅游以外 在佐水溪沿线 在包括东浦温泉 还有我们集集水里 这方面能够利用暑假期间 加强宣导跟广播 希望游客能够来畅游 我们小火车支線 水里集集等等 能够增加人潮 让我们集集跟水里的商家 能够有更好的生意 暑假才刚开始 集集镇的观光产遭滑铁炉 店家希望县政府不仅要在硬体上改善 也要在软体上多多帮集集镇宣传 不要让已经是观光小镇的集集 风光不再 记者黄轩瑞 集集镇采访报道